记者王建议花莲报道 花莲县长傅昆奇及秘书长严新章遭理想大地业者控诉解释极端恐吓取材 两度逼破卖的花莲底检署在意后 怀疑县长傅昆奇是容量公司实际负责人 认为容量公司执行土地交易买卖 涉嫌逃漏税九千多万元 去年10月依逃漏税罪 为证罪嫌追加起诉傅昆奇 花莲地方法院今早宣判后透过发言人说明无罪理由 花莲地方法院庭长兼发言人黄洪达说 经过审理结果 法官认为检察官提出的各项证据 虽然可见傅昆奇与被告报广庭间的交情 由使用容量公司的资产 借用公司名义 或由容量公司借用傅先生办公室 并交代县长助理协助处理容量公司的业务 但仅证明傅昆奇未能延售公司分纪 不过仍无积极证据证明傅昆奇未公司最终实际决策者 证据不足以认定傅昆奇就是公司实际负责人 另外 证人梁清正 梁哲凡虽证称 土地交易案实际交易者是被告傅昆奇 但证词有诸多不合情理 且与客观施政及其他证人不服之处 法官难以用具有瑕疵的证词 对被告做出不利的认定 因此依据罪证友谊 立于被告的法律原则 就被告傅昆奇被诉逃漏税的部分 应为无罪的预知 另外 伪证罪部分 由于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被告傅昆奇 为容量公司实际负责人 因此也无证据足以证明傅昆奇所述不实 伪证罪也无罪